今天要去哪里跳舞呢 阿滋 丽露要和我跳舞 幻想你是水的一部分 他说我是在池子水的一部分 丽露要在我的怀里跳舞 不对呀丽露 我应该是叫失望呀 你刚才还叫了我的名字 失望 你也来了 失望 哎呀 又长胖了 都快抱不起来了 可以呀元宝 以前歪了这么多 已经连续两次没有歪了 家人们 磨磨叽叽必出西西 跳过反复就出尼路 好家伙 马上来到这四眼开阔的小岛啊 特声战切换角色可以直接比身高 我会把角色的视觉高度当做全身高 头顶到脚后跟当做近身高 近身高其他部分都不算进去 比如提拉里的大耳朵 公子的呆毛 九条的木鸡等等 尼露近身高1.59米 全身高1.69米 克莱近身高1.57米 和颜一样 近身高比暗博高了2厘米 提拉里近身高1.66米 加上耳朵和鞋更能干到1.9米 乔兰也一样 再落近身高1.67米 全身高也能干到1米86 要研究尼露的身材数据 本方首先就注意到尼露的腿环上 绑带鞋小腿上还绑了三圈 背面看是三圈腿环 正面看是三组交叉的绑带 这个设计太妙了 上下腿环效能一张不显突兀 配合裙摆更显和鞋 我是太喜欢这个设计了 尼露的大腿长46.69米 小腿长46.29米 全腿长虽然不到1米 但也占到了近身高到58.57% 比腿影略长 比肖峰略长 比白老板略短 也比大板压短了3厘米左右 在正面画面聊出轮廓 可算是正面胸围宽19.13厘米 正面下腿宽16.87厘米 再根据身高甚至侧面数据 建立我原创的腐式横切面模型 就跟开普勒认为行星运动轨迹是椭圆一样 这次的模型也是倾斜的椭圆 我将椭圆的曲线和上面的弧长一起计算 看到椭圆中心非常靠底 且左右两边差值不大 可以大致推测 计算结果不会很大 追踪胸围69.91厘米 下胸围57.86厘米 差值为12.05厘米 国际词码为60臂 音词词码为28臂 算了这里我惊呐 这个数据和森林华一样 身高他俩也差不多 丽露和林华都喜欢跳舞 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吗 好家伙我也想起舞 Omae Mo Mocha 丽露的下胸围较小 反映了丽露的躯干很瘦 为了证明这一点 这里我原创的腐式腰围模型 腰围只有47.74厘米 这个腰也太细了吧 太绝了 屯围因为裙摆的遮挡无法计算 咱们的屯围模型也没法上场了 我把丽露的全部数据做到一张拳图上 感兴趣可以暂停看看呀 今天我们算出了丽露的全部身材数据 旅行者们知道丽露喜欢跳舞 喜欢经典 喜欢甜食 喜欢屏幕前的你 旅行者还知道丽露的身材数据吗 要不顶上去 让旅行者看看